刚才画面需要刚刚是012 012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延伸 底下变成这么大的一个 一个这个有点像电话号码 一个手机的一个画面 那特别注意 我要怎么样布局 其实这边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简单布局的话 有几个方法 其实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在Layout里面再放Layout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预设外面的Layout 是叫Linear Layout的 什么呢 纵向的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 放一个也是Linear Layout 不过你可以Linear Layout里面有横向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 放三个 然后当然 再来就是说 这个宽度部分 每一个按钮 原来宽度是Match Pattern 就是这么宽 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改一下 我大概改成 宽度大概改成50好了 这个大概50DP OK 然后呢宽度改 然后这个地方的宽度大概 大概150DP 150DP OK 好 那你要怎么样刚好布局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呢在 你就会里面 Eclipse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这样的一个修改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这上面原来布局这样 那我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先怎么做呢 第一个 先把这些按钮 把它按右键 更改它的宽度 那宽度怎么更改呢 在右键 这边有个叫做Layout的Wise 这个Wise 这个Wise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50DP 单位的话上面有啊 你可以参考50DP 那同学常常忘记这个单位啊 如果你单位没改的话 啊 就会错 这边出错 这边出错 特别注意哦 常常有同学是DP忘了打上去 OK 按确定 那DP指的是 那个DPI 等于是那个DOT 齐个点 OK 那这个按确定 好 一个就出来 那其他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 把它这个 这个Wise把它改一下 然后改成50DP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每一个都要改的话 哇 那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没有比较更快的方法 当然是有的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基本上就做一个啦 那其他可以做复制的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可是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横排 那一个横排的话 有三个按钮 那三个按钮怎么刚好在这个地方 不是纵向的 因为你会发现 你现在把它拉过去 会不会放旁边 不会 它只会放上面跟下面 所以如果要放旁边的话 怎么做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个 在我们的那个工具箱 这个Wiche这边 工具箱这个地方 有一个Layouts Layouts就是它的版型 那如果说我这个Layout 要放在这个版型上面 运行的话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各位找到 有没有 这边是垂直的吧 对不对 这是水平的 那我要怎么用 比较简单 我建议各位 可以把它放到盖要的这个地方 怎么做呢 按住它不要放 直接拖拉到 我建议不要 也可以拖拉到这里 不过我比较习惯 拖拉到盖要这里 的什么呢 这一个Layout的下一层 所以你就拖拉到这个Layout的下一层 那直接放在它上面 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多一个Layout了 多个Layout之后的话呢 你再把什么呢 因为我的需求是123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1放进来 放到这个Layout里面 特别注意哦 注意一下那个阴影的部分 放开 再来把2放进去 放开 有没有 那你会想 老师那3怎么办 很简单嘛 把2按住不要放 再拖拉一支按Kanx键 放开 按右键 改什么呢 改它的字3 再按右键 再改它的ID 叫什么呢 B03 这样就好了 OK 可是 还有个问题 怎么样 它的 位置 如果你要置装怎么办 很简单 这一个针对它 这个这个板型 按右键 怎么样呢 这边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叫做Gravity 它的置装方式 其中的话呢 如果你要整个 垂直跟水平都置装的话 就Center 好 那其他还有啦 你会发现这边 对齐哪里 这个可以自己再选 那我用Center 你会发现 它就刚好在正中央 OK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做一个 可是我其他的 这个先删掉一下好了 对 你要想说 老师那我做一个 那其他还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对 用什么方式最快呢 其实我刚刚有大概做过很多次来嘛 点它按什么 按Ctrl 两个 三个 其实这两个一起 这样就四个对吧 那我们需要几个 需要 这一层就出来了 那最后清楚的话看你要不要啦 不然的话清楚你就也可以先再拖拉一个 然后把里面按钮两个砍掉 然后再变宽也可以 OK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 有没有 记得按Ctrl键 放开 这样多一个了 OK 那其他的话你就这样 再分别把这个上面的名字按右键 先改他的字 再改他的ID 那分别改完之后的话呢 就会 就是一排嘛 反正就是 就是这个B0102 你就注意一下就是那个位置 最后做出来的话 底下最后这两个可以砍掉 这个砍掉 那上面把它改成清楚 并且宽度的话 把它改成那个150 好 这边把它改150 好 按确定 OK 改完上面自自己再改一下 然后 这个完成的画面 这个是完成的 OK 那最后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那分别就是 我这边是这样 我名称 1的话是B01 好 然后再来就是到10的话 就是这个景字号 这个是景字号 OK 然后11的话是 跟你讲 这米字号 景字号 然后0的话就是B00 就刚刚一样的 最后会多一个Bclear 清除 就这一个 这界面设计就做出来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 布局简单多了 如果你不用这个布局的话 在一般坊间的书籍 或者是说 那个网络上的影片 多半就是要叫你在这边做动作 做这边 当然这边也是OK的 我是觉得这部分的话 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呢 你要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恐怕难度会很高 但是两边其实可以互切 有时候我也很习惯用这边 比如说你只要改一些参数的话 其实也可以从这边切到这边过来 OK 好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个多按钮的界面 再把它做修改 OK 不过 再讲这个 这边以前 记得就是你要改之前 你可以把这个专案复制一下 再贴回去 不然的话你原来的 你肯定可以加个2好了 再来改 我建议是这样子 画面先画面 各位先 因为如果你把原来的专案改掉之后 你刚刚的第一次的专案就不见了 所以建议如果说你要做专案管理的话 你可以 把原来的专案复制再贴回去 然后再去做修改 你原来的还会存在